Hello 大家好 我是Irene 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個 在護膚界中 沒有人不認識 佔一個非常重要地位的成份 就是維他命C 老實說 市面上有很多 維他命C產品 但大部份都是 不行的 是騙你們錢的 因為維他命C本身是非常不穩定的 你要製造一個 有用的維他命C產品 是非常難的 我會教大家 怎樣去選擇一個 有用的維他命C產品 我會之後 示範怎樣去用維他命C 其實用維他命C护膚品 也是有講究的 大家買了一瓶東西回來 都想它發揮最大的功效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肌膚可以分為 表皮層 真皮層 和皮下組織 針對表皮層的暗層 和膚色不均勻 可以透過維他命C 刺激細胞在身 進行修復改善膚質 和預防更多的黑色素沉澱 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避免斑點的產生 和改善膚色不均勻 而針對真皮層 維他命C 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合成 和增生 達到緊緻的效果 自由基會令皮膚老化 而維他命C 就可以中和自由基 令它減少對皮膚的傷害 就可以達到抗老 淡化斑點改善鬆弛 令皮膚白一點和緊緻一點的效果 大家去到選擇維他命C 就要選擇左旋維他命C 即是L-Ascorbic Acid 因為只有L-Ascorbic Acid 是有生理活性 會被皮膚吸收 我剛才所說維他命C的好處 都是基於L-Ascorbic Acid去做研究 維他命C护膚品和一般的护膚品 是不一樣的 因為維他命C本身的分子 是非常不穩定的 只要遇到光 氧氣和高溫 就會很容易被分解和失效 所以要製造一個穩定 而有效的維他命C护膚品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市面上有很多不少的產品 都有L-Ascorbic Acid 但不代表它是穩定 和可以讓皮膚吸收 在維他命C產品中 有一個The Gold Standard 就是SkinCeutical CE Fulic 有很多科學研究 證明它真的可以被皮膚吸收 和增加膠原蛋白增生 而且這個產品是有拿專利的 不少的產品都想向SkinCeutical CE Fulic 學習 但它們不可以做一個一模一樣的產品出來 因為它是有拿專利的 那它們只可以在自己的Formulation上 改一些東西 去避開那個專利 例如在它們的Product的PH值 降低一點 SkinCeutical CE Fulic 是加了Fulic Acid 和維他命E 以及用了一個適合的PH值 去穩定維他命C 以及令到維他命C 可以被皮膚吸收到 這個產品有15%L-Ascorbic Acid 1%維他命E 0.5%Fulic Acid 以及PH值是在2.5%至3% 但是 它真的太貴了 30毫升 說的是要1520港幣 不是每個人都用得起SkinCeutical CE Fulic 如果你想在市面上 找一個有用的維他命C护膚品 你要怎樣做呢 根據研究顯示 維他命C產品 如果它的PH值是在3.5%以下 而L-Ascorbic Acid的百分比 在10%至20% 再加上維他命E Fluic Acid 以及Fluoratin 就可以令到這個產品更加有效了 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產品 都不會公開自己某一些資料 他們通常會公開L-Ascorbic Acid的百分比 但不會講他們的PH值 就算一個產品真的符合我剛剛所說的條件 都不代表它是一定有效的 所以如果大家一定要用維他命C 而你又有閒錢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買最科技的SkinCeutical CE Fulic 而我自己個人 我是不用維他命C的 我不是覺得它沒用 我是覺得維他命C很有用 但我不想用1000元去買一支維他命C精華 而且我不覺得維他命C重要到我 非用不可一定要買 我不是說所有維他命C產品都沒有用 可能有很多維他命C產品 他們都沒有做科學研究 我不肯定他們是否真的有用 我就沒有信心推介給大家 如果你在用一個維他命C產品 你覺得它很有效 你就繼續用吧 我稍後就會示範怎樣用維他命C 不管是SkinCeutical 還是其他品牌的維他命C 都是一樣的用法 在示範之前我就要提醒大家 維他命C是一定要早上用的 其實維他命C也具有某種意義上的防曬效果 它透過去除和對抗自有機 就令皮膚不用受到紫外線的傷害 不單是UVB 就連最難搞的UVA都可以一網打盡 但就不代表你可以不塗防曬 反而你是一定要塗防曬 但是這樣相管齊下的話 你的防曬功效自然就會四半功倍 我現在就示範怎樣用維他命C 我今天用的這個就是 Serafi Skin Renewing Vitamin C Serum 這個維他命C就是沒有Fluic Acid 所以我買這個的原因 有一部分就是我好奇也想試一下 另一部分就是為了這個video 但是總括來說 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不錯的護膚器用 我都會用它 就算它沒有維他命C的功效也好 用維他命C之前的第一步 我就會用這個有Celsic Acid 水洋酸的洗臉 因為水洋酸可以降低我們臉的PH值 那麼維他命C就會更加容易被我們的皮膚吸收 那我現在就塗維他命C 有時候我們塗維他命C會覺得有一些刺痛的感覺 就是刺痛我們的臉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維他命C的PH值是偏低的 所以我們有一種刺痛的感覺是正常的反應 接下來我就會塗一個臉霜 就可以令我的臉更加保濕了 搞定了 所以這個維他命C護膚程序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只要塗一個防曬我們就可以出門口了 今天有關維他命C的內容就講到這裡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可以懂得怎樣去挑選一支好的維他命C 買了選了一支好的 又懂得怎樣去用 令維他命C發揮最好的功效 大家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去到支持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